学长姐通常找工作大概至少一两个月才找得到这样 要找到自己心目中喜欢的不太容易 我觉得现在会实验应该是 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自己的要求 就是希望薪水更高 然后就不要去做基本的那种薪水的工作 青年工作到底好不好照 近期成为社会讨论焦点 足迹总处公布11月人力资源调查统计结果 发现20到24岁的年轻族群 失业率是12.55% 已经较上月下降0.31个百分点 但比起2018年同月仍上升了0.57个百分点 11月20到24岁者 劳参率59.80% 月降0.01个百分点 其中就业人数76万1千人 失业人数10万9千人 失业率12.55% 不过教育程度在大学以上的族群 在2019年11月的失业率是4.87% 是近三年来同月最高 足迹总处表示 2015年以后景气显著好转 虽然今年高学历族群失业率上升 但与2015年相比仍算好 1到11月的平均是4.76 也是近三年来的最高 因为这个数字其实如果我们看到是近三年最高 那各位其实应该都知道 其实在104年下半到105年上半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个景气的低潮 那时候景气其实蛮不好 当然我们的失业情势 不论你是哪个教育程度 或是哪个年龄层的失业率 其实都还是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所以在这个之后的过程中 其实景气有慢慢在复苏 所以当然失业率也有在好转 所以这个跟景气 就104年下半105年上半 那个景气不好的那个状况比起来 我们是在那个不好的状况 之前的那个失业率 应该是相对的低点 总体来看 11月的失业人数是44.7万人 较上月减少了4000人 失业率是3.73% 较上月减少了0.04个百分点 累计2019一至11月 失业率平均是3.74% 是近19年来的第二低 但仍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.01个百分点 足迹总处表示 近期失业率的变化上述稳定 看一下这个季条后的数字 其实都在这一整年 这个11月是3.73% 这一整年其实都在3.71%到3.75%中间 就是这0.04个百分点来回的来波动 所以我们如果看到 这个季条后的失业率 在这一整年尤其是近期来说 其实失业状况是稳定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受少子化影响 就业人数的增幅已经趋缓 创下了近10年的新低 今天我们的朋友们 《特利行》开报道 就是 merchandise的时候 我们在市面下 Page on 小ツ 变化 至少 做 donné 发表 这